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最近訂閱率和觸及率都很低 希望大家可以給一點支持我們 讓我們繼續有動力製作下去 和大家宣佈一下 我們Uppercase的尖沙咀美麗華分店 已經裝修完重新開幕了 我們的位置是在二樓MIRROR DISCOVERY 裏面 要走入少少才見到 最近有非常多日本製的餐具和生活用品上架 大家喜歡日本集貨或者想買禮物送給朋友 就要記得來逛逛 上一集和大家看過內涼溫泉酒店的開箱 還介紹了一間每日只是營業3小時的人氣拉麵店 如果還未看的朋友可以先去看這條片 今天是我停留在內涼的第二天 因為昨天來到要因絕時間坐車去溫泉酒店 所以日初都不是去到很多地方 很多內涼的景點我都會安排在今天check out 之後才去 但在check out 之前都要去餐廳吃個早餐 今天的早餐是酒店安排的傳統日式早餐 跟傳統的一拍二食一樣 早上都是會吃些清淡一點的植物 肉指椒和豆腐鍋之類 今天除了這些前菜之外 主菜就會是煎魚 吃完早餐浸泡多次溫泉 就是時候check out 了 check out 之後酒店也會有shuttovers 載我們下山 但是因為今天我會先去東大寺 所以就會在中途下車 如果大家是要直接去車站離開內涼的話 就可以坐到終點站 即是昨天我們上車的集合點 下車之後走一小段路就會去到東大寺 東大寺可以說是內涼必去的熱門景點 因為除了它是一個世界遺產之外 還因為裡面有一個15米高 俗稱為內涼大佛的巨型佛像 今天我只會參觀大佛電 所以票價就是600日圓 如果大家需要去東大寺博物館 就可以買1000日圓套票 而東大寺裡面所有建築的門票 都是要分開買的 如果想去買法華堂 戒壇堂或千手堂這些建築 都要分別買600日圓的門票 在大佛電裡面 被稱為內涼大佛的盧舍那佛像 可以說是內涼的象徵 平時大家在內涼看到很多紀念品 除了有綠子之外 都會有很多大佛造型 說的是東大寺這座15米高的佛像 而東大寺為了放在這座世界上最大的 賭金青銅佛像 也建了這座大佛電 所以大佛電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築 去完東大寺 我就走回去內涼公園餵鹿仔 一去到內涼公園的範圍 就會見到更多鹿仔聚集 而每走幾步就會見到有賣六仙貝的攤檔 通常我會買完一搭餵完 想再餵再買另一搭 因為其實內涼四周都有鹿先半買 不用怕之後會買不回來 我見有些旅客會一手拿著幾搭來餵 但其實一下就會被鹿仔偷光 反而更難聽到 雖然經常有人說內涼公園多回遊客後就吃飽了 但其實我覺得是沒有的 因為那些公園真的很進擊 無論你手上有沒有先輩 他都會繼續追著你 有時真的要攤開對手給他看 真的沒有東西吃 他們才會停下來 餵完鹿仔離開內涼公園 去回內涼大家一轉進去有一條神秘的小巷 進去其實有一棟全新的複合設施 叫做鹿園湖Building 意思即是鹿仔、猴子和狐狸三種動物 因為這裡面有三間主要的店 分別是圓田燕咖啡、中村正七箱店的內涼本店 以及一間叫做湖的Sukiyaki餐廳 剛好三間店分別的代表動物就是鹿仔、猴子和狐狸 所以這裡就叫做鹿圓湖了 原田燕本身是為賠償起家的咖啡店 但是現在全日本都有它的分店 一場來到就試試他們的咖啡 本來我還想叫少少食 但是這裡的食物選擇有點少 只有兩三款蛋糕可以選擇 那我就隨便叫了一件鮮層蛋糕 但是味道就只是一般般 原田燕咖啡的樓上就是中村正七箱店的內涼本店 這裡和我前一天去的三條通分店又有少少不同 這裡更加強調內涼生產的工藝品 除了內涼好出名的布製品之外 還會有食物和一些手工做的擺設 形式有少少像一個工藝品的展覽 最特別就是這裡會有六圓湖版的小擺設 這個設計只有這間本店才有得買 在六圓湖旁邊其實都有很多咖啡店和小餐廳 我就被這間古屋吸引著 這間咖啡店的建築物本身是一間有百多年歷史的舊屋 現在就改裝成一個很有藝術感的空間 保留了歷史一面之餘 又變成了一間咖啡店 聽說這間屋以前是藝記居住的 地面一樓就是生活起居的地方 二樓是倉庫 地下室是一個防空洞來的 但是現在所有空間都變成咖啡店的座位 所以這些座位好像分開一格格包廂 因為它以前本身是一間間房 一樓有條木樓梯可以上二樓的 二樓的倉庫就改裝成一張大的圓桌 同樣都是用餐區來的 大概可以佔四個人左右 一開始我就覺得門口招牌上的Bailies杯很漂亮 所以就叫了他們的Bailies Latte 杯很有復古感覺 和這間咖啡店的氣氛很合襯 另外餐廳推薦的 還有用了很多內涼蔬菜煮的咖喱 咖喱的香料味很香 有一點點辣味 我喜歡它不是日本咖喱的甜味 而是比較像傳統印度咖喱的味道 而去日本復古咖啡一定要叫的 就是招牌的梳打汽水 這裡提供的是很傳統的麥瓜雪糕梳打 每次喝都有回憶的味道 第二樣我一定會叫的就是布甸 每次我看到雞蛋布甸裝在玻璃杯裡 都會覺得很漂亮 然後我再去了陸圓湖鑽角的一間兔頭仔 它是一間專門用水果做不同食物的甜品店 每一季他們都會選擇當作的水果做主題 今季就是士多啤梨 店裡的座位不多 但是很多本地人會去幫忙 我們進到店裡沒多久就已經床滿了 內涼有三種主要的士多啤梨品種 分別是紅寶石、章機和古都華 這間甜品店有些菜單是可以一次過試好 更多種內涼士多啤梨的 但是因為一次過試好那種份量太大 我這次就只試了古都華的咖啡 不過其實這個咖啡的份量都很大 除了碟邊放了很多粒士多啤梨之外 咖啡裡面都包著滿滿的士多啤梨 準備離開內涼之前 我還有最後一個目標 就是離開內涼這麼久 都還未吃到他們最出名的此業壽司 在近鐵站有一間賣此業壽司 很出名的專門店 其實它在上一集介紹的夢峰廣場 都有分店 今次我買的就是六個莊 分別有三文魚、青魚和鯛魚的壽司 每樣兩件 一打開就聞到有很香的此業味 其實此業壽司的起源是來自江戶時代 因為魚有醃過 而且外面還包著此業 所以就可以令壽司保存幾天 是內涼的特色美食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這些醃過的壽司 酸微微真是很開胃 每樣多兩件真是每人吃一口已經沒有了 如果下次會去內涼的話 大家都可以去試一下 今集的內涼下集就到這裏結束了 同時日本關西編都要暫時告一段落 下一集將會開始首爾編 如果大家想看到我們旅遊片 就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可以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這樣我們才有動力繼續製作下去 也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和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